底下我们就要介绍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定律 叫做高师定律 高师定律 各位一定要 要记住 要学会 你只要入门 你只要入这个电子学的门 第一个就是要懂得高师定律 要讲高师定律之前 我们要介绍一个叫做立体角的观念 要介绍立体角之前 我们先复习一下 我们以前学过的平面角 以前学过的平面角 比如说这就是一个平面角 这是一条线 它可以躺在这个荧幕上面 就是说每一点都在荧幕上 所以它一直在一个平面上 那我在这个荧幕的另外一段 随便一点早一点 这一点到这条线的两端 所连成的直线 所夹的角 我们就称它叫做平面角 因为这个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这个线段跟这个线段跟这个线段 都在同一个平面上 这个叫平面角 以前各位学的平面三角 平面几何 它的角都是属于平面角 现在我们就说你这个角度怎么算 角度怎么定义 你说这个是基督 我们定义是这样子 你画一个半径为二的圆圈 你从原心到这里画一条线 这个叫做始边开始的一边 然后我就把这一边推到这一边去 把这个往这边推 停到这里 这叫中边 始边到中边 结果它当中有一段胡长 S长 胡长 这个胡长两边就是始边到中边 这个夹角叫θ 这个θ我们怎么定义呢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圆周 分成360个等份 360个等份 那你这个胡长 那你这个胡长 这有几个等份 比如说有60个等份 那你这就是60度 有30个等份就是30度 有90个等份就是90度 所以它这个 我这个漏掉一个东西 这个θ应该是这样子 θ 定义就是 胡长被半径来处 胡长被半径来处 假如 你这个胡长 正好是跟半径的长一样 就说这个 这个长短一样 那这个角度就叫做一个radiance 叫做一个弧度 一个弧度 OK 就是胡长 就是胡长 是二拍 二 全部的角 这个分成360个等份 你这个占几个等份 就是几度 比如说那我死边在这里 我绕一圈 又回到原来这里 就是中边就等于原来的死边 你绕了多少度呢 360度 360度 那你这个胡长 那你这个胡长是多少 是二拍 二拍 当你胡长是在二拍 二的时候 θ就是二拍一个弧度 这个整个 死边在这里 绕一圈 又回到这里 中边在这里 你整个绕的角度 就是360度 也就是二拍 所以我们就有 180度 要等于拍弧度 有这个关系 这个是弧度的定义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立体角 比如说我这里有个曲面 这个曲面就不可能 全部躺在这条皮面上 对不对 我现在把曲面周围的这个 这个线 每一点 都对空间的任意点连线 取一个任意点连线 我只画这几条 画太多我们看不见了 结果 这些连线 就会夹一个角 好像一个牛角一样 锥形的一个角 这个角它不是躺在这个皮面上 它是一个立体的 这个角我们就称它叫做立体角 好 那这个立体角的大小我们怎么定义呢 好 我们在这里 画一个半斤为二的球面 注意这是球面了 球面 半斤是二 好 我现在拿一把刀 好像一把西瓜刀 把它当作西瓜一样 这么切过来 那这里不就有一块西瓜吗 对不对 有一块西瓜 这是鼓起来一块 假定它的面积是A 那这个A 对R平方来除 我们就定义它 叫做这个立体角的角度 定义这个A 所以A不是这个虚线这个 是整个鼓起来这一块 面积 被R平方来除 这就是立体弧度角 单位叫做立体弧度角 Steel reading 我们就用SR来表示 所以当这一块的面积A 是等于边长为R的一个 正方形的时候 正方形的面积 那么这个Omega就等于A 的R平方 就等于一个立体弧度角 一个立体弧度角 如果这个角 就是整个球面 不止这鼓起来这一块 你看这可以越来越大 但整个球面 对这一点张开的立体角 那就是整个面的 球面的面积是4拍R 被R平方来除 就是4拍个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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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ting 所以整个要记住 一个 球面 对它的球心张开的角度 叫做4拍个 立体弧度角 但是不一定要球面 你只要是封闭面 只要是封闭的 封闭我们画大一点 还不一定要要要要要要球面 随便一个什么面 只要封闭的 它对这一点张开的角 都是立体 都是4拍立体弧度角 因为这个球在这个球面 在这个你刚刚画的任意的封闭面里面 所以穿过任意封闭面的这个 任意封闭面张开的立体角 就是它张开的角度 所以说要记得 在这个 蜂闭面里头 蜂闭面对里头任何一点 张开的立体弧度角 都是4拍个立体弧度 好 我们的定义是这个 大家要记得这个定义 它的条件非常严格 一般的这个面 都不能套这个狮子 不能套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A狮子 刚刚我们说是这个 骨子还这一块 对不对 就是球面的一部分 这个上面有一个特点 就是 这个上面的任何一点 到这里的距离 都跟这个距离一样 都是R 面上任意一点 到球形的距离都是R 你对上面任何一个点 画的一条线 它的法线方向 就是都是R的方向 你这里画一条线 到这里来 就是这一点 我们再跟面好了 取它的法线 是跟这个垂直 这条线 你把它延长一定通过这里 也就是说面上面任何一点的法线方向 都是R Univectal的方向 R Univectal的方向 这两点你随便什么面 任意给一个面都不能达到 比如说 我原先这里有一个实现化的这个面 它是DA 我空间取一点P 这是它的周围连线 所夹的一个角叫D Omega 一个小小的立体弧度角的基数 这个D Omega 你就不能够写成面积 被二平方来除 为什么 因为你看看 我们现在画的这个面 每一个位置 每一个位置 到这里 到P点的距离都不一样 这个到这个距离比这个大 这里到这个距离 跟这个到这个距离不一样 距离不一样大 还有就是说 你从这里画一 就是这个面 的一个法线方向 法线方向 是这个方向 这个垂直方向 你把它延长 这条线不会交到这里 因此这个方向 不是R Univectal的方向 所以你不能直接套 D Omega 不能套 D Omega等于DA 被二平方来除 不可以 但是 它总是有这么一个立体脚 对不对 绝对有这么一个立体脚 你不过算不出来而已 刚刚那个D算不出来 现在我们想办法 让它可以算出来 所以我们就要 动脑筋想办法 你想办法就是动在这里 将来你做 做问题 遇到这个很难行 我们所有的方法都行不通 你不要就放弃 不要就想看解答 你要想办法 你脑筋就是这么动的 我想什么办法呢 比如说 我把这个面 把它偏斜一点 偏到这个面 但是这个面跟这个面呢 就是这个周围 这条线也经过这个面的 也经过这个 经过这个面的 经过这个点的线 也经过这一点 把它倾斜一个角度 叫做θ 那么使得它的面积 就是这个虚线化的面积 面积相当于是DA prime DA prime画一条线下来 正好就是P点 我们说 其他点我们先不管 这DA 就是在这条方向上面 至于说 其他的 这一点到这里的距离 跟这一点到这里距离 相不相当吗 我们说 假如你这个是DA的话 这个是DA prime的话 那就相当了 我们说这DA 不等于这个 因为它的方向 不在这个方向上 所以DA并不是等于这个 好 我们现在取DA prime DA prime 它就是这个 DA DA 倾斜一个角度 那就是DA乘cosθ 我这画得不好 cosθ 那这个值 这个值我们可以学成 DA的向量 dot r univactor 你看 DA的大小 乘上r univactor大小 e嘛 再乘上cosθ 那就是cosθ 所以我们要使得 为什么这么做 就是使得 这个 DA prime 我刚刚说 你把这边延长 会交在P点 好 我们要记得 这个是很小很小很小 叫DA 就是小得不得了 你看不出它是一个面 它其实是一个点 这个地方到这里的距离 是r 那这个地方到这里的距离呢 也是r 因为差太小了 你看不出来 你能够像我这样 看得出来就不相等 那就是说你这个 根本没有资格叫做DA prime 真的DA prime的话 就是这个面上面 任何一点到这里的距离都相等 那这个就是跟我们 立体 弧度角的定义 立体角的定义 吻合了 由于面积基数 DA prime的直径 非常小 远小于r 这个大小 所以个点到b点的距离 几乎相等 所以 D omega 就可以 符合于我们这个立体角的定义 就是DA prime 被r平方来处 它不能用DA 被r平方处 它是用DA prime 被它处 那么DA prime是什么 DA prime是这个 这个写错 应该是DA prime 这个 这个向量不要 这是大小 DA prime的大小比这个错 就是r uniform 都在DA 这个箭头不要 这就是符合于D omega 现在记得这个关系 这个等于这个 这个等于这个 很小的时候 现在我们就来看高次定义 比如说我这里 画一个封闭面 封闭面 里头有一个点电荷 那么这个点电荷呢 它会在周围的空间产生电荷啊 对不对 一定有电荷啊 那么它在表面上面 也会有电荷啊 这就是它在这个 这个封闭面表面上的电荷 电荷 OK 那现在我们要问 从这个封闭面里头 转出来的电通量 等于什么 这个电通量 它就是等于电厂 dotDA嘛 电厂dotDA 电厂 这是点电荷的电厂 距离是r远 方向在这里 就是这个字嘛 那么DA的通量呢 它就是e dotDA啊 1 1是这个 D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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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 这个常数写在这里 R Univector D A 被R平方来处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刚刚才讲过的 这个就是这个 面积基数 对这一点所张开的 立体脚 D Omega OK 这个是 这个小面积基数 电厂 在这个小面积基数 穿出来的 电通量 这里有多少个 这样的一个面积基数呢 无穷多个啊 所以它的电通量 就是这个核啊 无穷多个的核 因为它是纯量啊 那就 它是D E D Phi E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积分 那D Omega的积分呢 你看 这是封闭面啊 对这一点张开的立体脚 就是四拍的立体 弧度啊 那四拍跟四拍约掉 就是Q over Epsilon 那就是说 你这里摆一个 点点和Q 它从这个封闭面 里头 钻出来的总电通量 就等于Q over Epsilon 它也等于电场 对D E的积分 这就是 Flex激素 电通量的激素 的封闭面积分 就是总电通量 总电通量 是这个 也可以用这个表示 最后得出来的结果 就是这个 从这里我们就看出一个 可以应用的一个名堂的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我们现在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E 是仅有的一个电荷Q 产生的 如果这个里头不是 只有一个Q 它是Q1 Q2 Q3 Q 好多好多Q 好多点电荷 那么 这些点电荷 一定会在电场 在这个封闭面上 产生一个总电场 对不对 总电场 也符合于这个式子 因为电通量是一个 一个存量 它的电通量 加上它的电通量 加上它的电通量 就加起来 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可以 现在我们换成这个 那E就是变成总电场 那这个Q呢 本来是一个点电荷 现在我们好多个点电荷 里头好多好多点电荷 就是封闭面里头 包括的总电荷 或者叫做电荷的净值 Net Net value 或者叫Net charge 就是电荷它有正有负 加起来的话 正电荷 负电荷 有的可以消掉 最后剩下来 不是正的就是负的 或者就是零 就最后剩下来的 我们称的就是Q Equivalent Enclosed 就是说这个 封闭面所包含在里头的 电荷的净值 这就是一般的 这个电荷 就是这里头好多点量 那这个电荷呢 就是总电荷 总电荷从这个封闭面里头 专出来的总电通量 是等于一个分数 分母是Epsilon Zero 分子是Q Enclosed 就是这个封闭面里头 所包含的电荷的净值 以后你们不要单单背这个文字 你要晓得它是什么意思 这个电荷 这是面积基数 E到的E就是 从面积基数里头 钻出来的一个电通量基数 封闭面积分 你看这里加一个 圈圈就是封闭面的积分 就是从封闭面里头 钻出来的总电通量 是等于这个封闭面里头 所包含的电荷的净值 被Epsilon Zero 这个常数来除 OK 是这样子的 好 这就是我们要用的 高斯定律 这叫高斯定律的积分式 物理意义 这个一定要记得 你要记得它的意义了 你不要去背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只是把这个图号背出来 就是从封闭面穿进 或者穿出的总电通量 等于封闭面内的净电荷 就是电荷的净值 除以常数 Epsilon Zero 这个就是 高斯定律 好 我们用高斯定律 我们去看看它的 它的这个结果 假如 这个 电通量 等于这个值 最后是一个正值 最后这是一个positive 就是正值 那就表示什么 表示 这个封闭面里头 正电荷 负电荷 消掉消掉 最后生涯的全是正电荷 正电荷的电厂呢 就是从这个里头 钻出来的 所以是穿出封闭面的 那就像这个 如果这个里 这个封闭面 里头 电荷 消掉 只剩下 正电荷的话 那么它的电通量 是钻出来的 看到没有 钻出来的 钻出来的 如果说 这是一个负值 就是这个封闭面里头 电荷加加减减 最后生下负值 就等于一个负电荷在里头 那么它的电力线 就是这样子的 钻进去的 也就是说 它的电通量 是钻进去的 要记得 Q如果是正的话 Q and close正的 电通量是传出来的 Q and close是负的话 电通量是 钻进去的 如果 像这个封闭面里 做成这样子 里头的总电量呢 是零 你看一个正电荷 一个负电荷 是零 Q and close等于零 带到这个高斯定律里头去 那这个 这个不是Q and close 这应该是 over epsilon zero 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呢 那就表示说 如果里头的 en close Q and close等于零的话 那么 从这个封闭面里头 穿出来的总电通量 跟穿进去的总电通量 都是零 你看 有多少钻出来 就有多少条钻进去 所以它的电通量是零 可是 电通量是零 但是电厂不一定是零 你看 这一点电厂是不是零 不是 有电力线 切线方向就是电厂 这一点方向的电厂 会不会是零 不是零 切线方向在这里 所以 电通量等于零的话 并不代表 这个表面上的电厂 处处为零 不是 是说这个电通量 是说这个封闭面里头 包含的总电量等于零 好 如果你封闭面 做成这个样子 也是一样啊 里头根本就没有电荷了 对不对 电荷就是零了 当然电通量也是零嘛 多少条进去多少条出来 一条进去一条出来 一条进去一条出来 Electric flux等于零 但是电厂是不是零啊 电厂不是零的 电厂也不是零的 若封闭面上的电厂 若封闭面上的电厂等于零 这电厂的静值 这句话可能有问题 这句话可能有问题 就是说你电厂的静值是零了嘛 封闭面上的电厂的静值是零 它的电厂不见得是零 不见得是零 要记住 现在我们说 假如这个电厂 这个电厂都是零 这个电厂都是零的话 那就是里头的电厂 静值是零 但是你外头也不可以有电厂 外头有电厂 它就是有电力线 就是有电厂 这个就是你先不管 就是说 这个上面 这个电厂如果是零的话 就是没有电力线 没有电通量了 这里是零 这里是零 外面的电荷 也必须是零才可以 也必须是零才可以 刚刚记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通常一个封闭面上面 电通量等于零 也表示封闭面里头的电荷 静值等于零 但并不表示 封闭面上的电厂等于零 如果封闭面上的电厂等于零 那就是没有flux 没有flux 它的电荷 静值也是等于零 电荷静值也是等于零 但是电荷静值等于零的话 电通量不真的等于零 像刚刚讲的 我再回头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很重要 你看 假如 假如这个上面都没有电厂 当然电通量等于零 电通量等于零 这里的电荷静值一定是零 一定是零 这里电厂等于零 你这里不可以有电荷 外面不可以有电荷 外面不可以有电荷 但是反过来说 我这里的电荷静值等于零 这里的电通量是零 但是它是 不是电厂等于零 它是进来多少出去多少 这个要记住 好 现在我们看 微分形式的高斯定律 刚刚那个高斯定律 是积分形式 我们现在看看微分形式 假如 我把高斯定律的左边 这个积分 就是从封闭面里头 钻出来的electric flux 我用高divergence theorem 用闪度定理 写成这个样子 就是它的封闭面积分 可以等于这个像样的 闪度的体积分 而这个呢 我们又把Q and closed 被这个封闭面包在里头的 总电量可以变成 电和基数的体积分 这是DQ的体积分 这就是这个 封闭面所包含里头的体积 那这个等于这个 对不对 而这个等于Q and closed over epsilon zero 那我们把这个带进来 把这个带进来 这个可以写成这个形态 这两个都是对同一个体积积分的 所以我们就得 Divergent E 要等于Row over epsilon zero 这个就是维分形式的高斯定律 这个式子 就是电荷 这个它是一个因果率 就是因 就是你这个空间有电荷密度分布的话 它这个空间你把这个包含在一个封闭面里头 它的电荷一定是发散的 就是你一个封闭面里头 电荷密度如果不等于零的话 它有个发散或者是内聚的一个特性 好 这个式子可以用在做什么呢 比如说你求出电荷 可以求它的电荷密度的分布 你知道电荷密度的分布 也可以求电荷 以后我们会有例题做给各位看 好 底下我们就看 高斯定律的应用 各位千万要注意我怎么用这个式子 很多同学都把它高斯定律 没有好好学 一年级没好好学 二年级的讲到电子学的时候 高斯定律完全忘掉了 好 我们说一般的这个带电体 一般的物质 它的构造不外乎是由分子构成物质 分子里头又有原子 对不对 而原子的构造是什么呢 就是有原子核 周围有等量的电子分布 比如说这是一个Germanium的原子 原子核里面有32个橘子 它的周围就分布了32个电子 它分布的按照波尔的轨道 第一层是两个 第二层八个 这层十六个 剩下的就分布在这里 这个是silicon silicon 它的原子核有14个proton 14个电 十字带正电 周围就有14个原子 排列在这个 围绕在这个 就是在这个波尔轨道上面 第一层两个 第二层八个 剩下的四个就在这一层 它最外层的这个电子 我们有时候叫它叫做架电子 架电子 一般来说 这个原子核里头的正电核 对这个架电子都还有吸引力 都有吸引力 可是在导体来说 我们对导体 导体就是有一个特性 它最外层的这个架电子 跟原子核之间的盈力非常小 你只要加一点电厂 电厂加在这里 朝这个方向 它就朝这个方向受力 哪怕你电厂很小 这个力就足够把这个电子 从这个原子 这个母体的原子移开 跑出去了 这个也是一样 这就是导体的特性 它的 另外就是绝缘体 绝缘体就是 它不导电的 那么 它的 架电子 跟原子核之间的吸引力 就非常的强 你有电厂作用在上面 虽然有力量朝这边推 会影响到它 但是不至于把它 从母体的原子移出去 不会 它会使这些电子都shift 但是它不会移出去 这就是绝缘体 这就是绝缘体 那现在我们讲的是导体 导体就记住 它的架电子 跟原子核之间的吸引力非常小 只要受一点电厂 它就会跑掉 就会移动 OK 好 现在我们 看的 第一个立体 这是要看这个导体的特性 我们说导体有什么特性 这是导体 假如 我们在导体内部 你不管用什么方法 给它一堆的电荷 这个电荷 就是它原来 原来不是一个原子电荷 都是中性的吗 它有多少个正电荷 就是多少个负电荷吗 原来是中性的 所以 它原来有 原来的原子都有电荷 但是这个电荷 正电荷 都有负电荷 所以整个导体是中性的 好 现在我不管用什么方法 我在里面 给它正电荷 一堆正电荷 或者是一堆的负电荷 我们发现 这个多出来的正电荷 和多出来的负电荷 它不会留在里头 它会跑到表面上来 也就是说 导体内部容不下这些 多余的电荷 容不下 你内部容不下 我就跑到外面来 就站在外面 就分布在外面 所以现在要试证 导体如果带有 多余的进电荷 多余的进电荷 就是说 它原来的电荷 正电荷 负电荷相等 那个不算 除了那个以外的电荷 叫多余的进电荷 进电荷就是说 这个电荷 分布在空间 它不再运动了 叫进电荷 一旦运动 就不是进电荷 那这些进电荷 最后一定是 分布在导体的表面上 你这个要怎么证明呢 我们现在用 高斯定律来证明 高斯定律 好 我们说 这是导体 我给它一堆正电荷 给它一堆正电荷 然后这个正电荷 就开始起初会移动 因为正电荷 会产生电厂 电厂推正电荷 就会跑 最后就有电荷移动 这个时候导体 不叫做平衡状态 因为电荷在移动 等到它平衡了 就说这个正电荷 已经分布各就各位了 不再动了 叫做平衡状态 这个时候 已经到平衡状态了 那就是这个 这个时候 这个里头 不再有电厂 因为 你里头只要有电厂 里头的电荷一定会移动 对不对 里头的电荷一定会移动 我现在画一个高斯面 好了 画一个高斯面 已经平衡了 平衡就说 这个上面 在这个上面的电子 在这个上面的原子 的架电子都不动 多余的电荷 多余的电荷 如果在这里的话 它会动 就是它现在 已经平衡状态 没有电厂 就是没有电厂 没有电厂的结果 就表示 flux等于零 而这个flux等于 q and closed over epsilon zero 这个是零 那就是q and closed 就是这个高斯面 里面不得有 多余的静电荷 不得有 不得有 有的话一定会动 那我这个高斯面 你坐在这里 这里不会有 这里的高斯面 里头的电荷 我坐大一点 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的电荷 不可以动 就电厂等于零 q也等于零 q and closed 我这个高斯面 可以坐得很大很大 贴近这个表面 贴近这个表面 贴近这个表面的话 那这个时候 这个电厂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 是正电荷 对不对 给我们的是正电荷 贴在这个表面上 那这个表面里头 不可能有q and closed 那它的电荷 一定在表面上 就是表面外 才有 这个表面外 就是这个 导体的表面 那外面有电厂 可不可以 外面有电荷 可不可以 外面有电荷 可以 因为 因为 它们互相作用 是把它要推到外面去 但是外面是绝缘体 它不再出去了 绝缘体不能 电荷不能动 所以它就分布在表面上 分布在表面上 你负电荷也是一样 那么也就是说 多余的电荷 一定分布在导体的表面上 这个里头的总电厂 一定是零 但是你表面有电荷 那表面一定有电厂啊 表面是有电厂 不是零 但是电厂的大小 我们不晓得 不过我们知道电厂 一定是远着导体局部表面 跟导体局部表面要垂直 因为 它电厂如果不垂直的话 是这个方向的话 它有这个分量 会把这个电荷 远着导体表面 切线的方向移动 没有 它只有法线方向 法线方向是要往外推啊 推不出去 因为外面呢 不是导体 所以说 多余的电荷 不会在里面 一定全部分布在表面 所以多余的电荷 会在表面上产生电荷 这个电荷呢 一定跟这个局部表面垂直 如果正电荷是往外 如果副电荷的话呢 它的电荷是往内 所以不管正电荷 副电荷 受这个表面的电荷 一定往外啊 但是出不去 所以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这一个 以后我们 常常会利用 这样的一个 导体的特性 来做题目 好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用 高市定律 来求电荷 我们下一次